长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翻济沧海,在人生前进的道路上,我们难免会遇到磨难,但你要知道,这些都是上天在帮助你成长,困难不可怕,可怕的是没有一颗战胜困难的心。 如果你信佛,一定要相信因果,佛菩萨只会保佑种下善因的人,烧香拜佛只是对佛菩萨的一种恭敬和感恩,但真正决定,菩萨是否保佑你的,还是你个人的行为,个人种下的因果。 当你出现这三种征兆时,说明菩萨正在保佑你。一念于吉伯觉,一念至吉伯生,欢迎定月圆觉。菩萨随缘度化众生。 在佛教当中 有一个小故事,从前有个人信仰佛教,尤其是特别信仰观音菩萨,一次坐船出行,不小心落了水,那人马上就开始祈求菩萨的帮助,因为他相信菩萨一定会来帮助自己。 没过一会儿,水面上突然飘来一块原木,那人见到原木没有理会,因为他在等待观音菩萨来救助自己。 原木飘走后,突然有船经过,船上的人见有人落水,赶忙来搭救,可那人却没有接受对方的施救,而是对船上的人说,我不需要你们来救,观音菩萨会来救我的。 最后那人失去了生命。 后来他果然见到了菩萨,还埋怨菩萨没有救自己,可菩萨却对他说,我见你落水后,曾化作原木和船夫,去救了你两次,可都被你拒绝了。 那人听后恍然大悟,其实很多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,认为观音菩萨是有具体形象的,其实真正的菩萨,就在我身边。 菩萨随缘度化众生,根据不同众生的需要,化作不同的形象来帮助不同的众生。 蚂蚁身边也有菩萨,大象身边也有菩萨,无论是卵生,胎生,失生,还是化生的众生,无论是有身体和没有身体的众生。 他们身边都有菩萨,我们不要只把寺庙里的雕像当成菩萨。 慧能大师曾说,自信觉即是佛,慈悲即是观音,一切慈悲的众生就是菩萨,一切觉悟的众生就是佛。 健康平安。 其实,一个人如果能健康平安地活着,那就是,他对你的保护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健康地活着。 这世间最大的福分并不是你拥有多少财富,而是你是否健康平安,哪怕你很贫穷,但只要你平安,你就是幸福的,你就是被保护的。 我们也不求其他,只求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。 健康快乐就够了,人这一辈子说长也不长,说短也不断,我们不要为了追求其他的东西,而丢弃了健康快乐,这是愚蠢的,钱这一辈子赚不完,只要够用就好,不需要求多,有能力赚更多的钱自然更好,没能力赚更多的钱也不要强求。 没有烦恼,财富,有时候并不指的是金钱,也可以指代你内心世界的丰富程度,如果你内心世界越丰富的话,你就会过得逍遥自在,开开心心。 有人或许会问,丰富这个词该如何定义呢?你看小孩子,天天都这么开心。 难道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吗?我的回答是,当然,丰富并不是你内心懂得多少,而是你内心世界充满着色彩,有着一片花园,花园里开满了花,我这样说的话,很好理解吧。 你看有的人,懂得很多,知道的很多,但是依旧过得不开心,为什么啊? 因为这些东西成为了他们的枷锁,放不下也走不出,自己把自己困在里面,成为一个奴隶,试稳,成为奴隶的人,如何能够开心呢? 只有真正做自己的人才可以天天开心。 对一个人的保护,并不体现在给他多少财富,给他多高的地位,而是体现在为他减少多少烦恼。 当你发现自己烦恼在减少,每天生活虽然很平淡,但烦心的事情却不多,这其实就是对你的保护,也是你的福分。 内心善良 每一个内心善良的人,都是幸运的,都是获得保护的。 因为这样的人,因为这样的人喜欢行善,不喜欢作恶,这样的人就算没有信仰,也能得到一切天人和圣人的护佑,其实一个人是否得到保护,与你有没有信仰无关,而是与你的行为有关。 记住一句话,人若为善,天必有智。 人若厚道,必有厚福,世间万事皆有规律,恶人中有恶报,吉人自有天相。 美丽不在于外表,在于内心,真的是这样,如果一个人内心善良,那么他的相貌不会差到哪里去,别人和他相处起来,一定是很舒服,让人看到后,会觉得越看越顺眼。 为什么这么讲呢? 因为像游新生,你的外貌会随着内心而潜移默化的有所改变。 无知的人,将佛教视为世俗交易,平时不知道积德,恶过现前,就急着到寺院里烧香拜佛,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,是对佛教的严重误读。 佛菩萨不缺你的那根香,不缺众生任何的供养,不要妄想着多做供养,佛菩萨就可以帮你消灾解难,万法皆空,因果不空,佛教不是众生逃避世事的避难所,多行善多积德,不用拜佛,不用烧香,佛菩萨也会加持于你,学佛后出现这三大征兆,恭喜你,走对路了。 不再称恨抱怨,当一个人懂得忍辱,包容,这就是学佛走对了路,再大的事,相对于生死来说,也不过是沧海一粟,有什么可执着的呢? 不带和尚有一句祭语,六根清静方围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 他人如何对待自己,那是我们的因果,而自己如何对待他人,那是我们的修行,选择包容,是对自己的一种放过,也是佛法真正利益我们的地方。 不再杀生,造口验。 一个人真正开始学佛,首先应该明了因果,佛法的真谛就是因果。 当我们发现自己诸实不顺,障碍重重的时候,往往是福报不够,加速福报消耗的便是我们的恶业,有那么句话, 祸福无门,为人自诏,善恶之报,如影随形,一切祸福都是我们自身的业力,感召而来的,我们若行善。 召感而来的是福气,反之,若作恶,自然或是临头。 当一个人明白了因果,也就懂得如何去掌握和改变自己的命运,而不是求神拜佛,坐等天上掉馅饼,要改变命运,首先要忏悔消业,然后断恶修善,增益阿含经礼约,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,自尽其义,使诸佛教,杀生感恶果,口业结恶缘,放生功德大,口德最清净。 随遇而安,我皈依依止的出家师傅,最喜欢四个字放下自在,每每提及,师傅都非常开心。 他说这是我的快乐法宝,其实所有的痛苦都不是别人给的,是自己看不开,放不下,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,却让自己活成了一场难堪,根本没必要,人生既无常又短暂,何苦活成一场自我折磨,凡事想不开,痛苦的是自己,受罪的是自己,都是自找的。 佛教讲究因缘和合,即诸法因缘生,诸法因缘灭,事物承住坏空,生灭变化,都有他的因果,跟自己有缘的,属于自己的东西,不用挤破头去争取抢,他也自会与你相逢,不属于你的东西,再抢求,也终究是错过,但并不是说不要我们去努力,而是不要强执着。 该努力争抢,还是要努力,种下足够强大的因,但是至于结果,要懂得顺遂因缘,努力过后,不留遗憾,得失随缘,这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。 是教棒边的菩萨,一般只以才智上求无上菩提,以慈善下化众生,修诸菠萝密行,于未来成果佛果之修行者,菩萨在度化众生时,会由于众生所处的状况不同,而实现出不同的姿态,其实菩萨不一定是现出佳相,菩萨是以善便利至,肥义皆能献,菩萨或许会是现出愤恨相,慈善相,贫贱相,富贵相,怯弱相,勇猛相,残疾相,持尽相等等。 其实有些人拜佛后,已经得到了菩萨的保佑,仅仅由于多数人肉眼凡胎,不能见到真菩萨,所以才误以为菩萨并没有保佑自己,菩萨并不是寺庙里的雕像,也不是家中的画像,菩萨其实是无处不在的,你身边遇到的一些人,很或许便是一尊菩萨。 本来真实的菩萨,其实并不是你想象出来的姿态,菩萨或许就在你身边,便是你身边那个看似十分普通的人,会能大师曾说,自信觉便是佛,慈善便是观音,喜舍名为世智,能静便是释迦,平直便是弥陀。 其实真实大慈大悲的人,都是观音菩萨,其实人生最大的福报,不是你具有多少金银财宝,而是你能健康安全,快快乐乐地活着,其实便是菩萨最大的保佑,假如你呈现了身体健康的预兆,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,这其实已经是菩萨在保佑你了,这世间最大的福报便是安全,健康,内心清静,慈善,以及具有了像佛陀相同的才智。 当你开端相信因果,断恶向善时,阐明菩萨已经在加持你了,只要你心中有佛,佛无处不在,只要你心中有菩萨,菩萨就在你身边。